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要放上去一点 放上去 对 孩子他们暑假都有那个小志工的营队 女儿他们都自己会去安排 子芸的妈妈就是怀孕要生她的前一个月 刚好车祸整个手势粉碎性骨折 那这个姻缘让我一定要帮她带孩子 起床了 来 起来了 天亮了 我们要去循环箱了 来 就有一句话说 带阿孙给孙导的 那我在这方面我就非常的在意 我都觉得说今天我要带阿孙 我一定要把阿孙带到慈季这个大团体来 我的娘家是在高雄 我是最小的女儿 所以家人对我是非常的疼爱 因为结婚的姻缘就上来北部 离乡背景的那种真的非常的不习惯 我们隔壁的一个装师姐 她跟我提到慈季 然后又带我去参加慈季茶会 就因为这样进来让我就是那一种找到家的感觉 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好命 所以我不太会做什么事情 但是师兄师姐都是用那一种教导指引 带着我们去做这样 在仿式个案里也让自己体会到说 健苦之福 所以深深的觉得说 哇在团体里面真的有学不完的事 还有上人的法 会让自己听了就那一种正能量 会一直提升自己